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立法会刚刚通过禁止另类吸烟产品 讨论多时的草案, 终于有结果 唯独是有一班用了很长时间 唯独是找什么, 就真的找黑市 电子烟本身不是烟草 其实它是化学物质 现在已经证实了这些化学物质 对身体有伤害 2019年, 后烟吸烟率指跌回升 晴风令人关注 那我们又明白到 我们非识烟不可 60元就60元 很多人都买不到烟 自贴人赢 一定会少了人吃 香港是否应该做到无烟成仙 只要政府具体的措施 又能够落实 我们是有条件 早日去到无烟香港的境界 一个家长式的管理 大家接不接受 那是否全部都要管 规划人生呢? 欢迎收听新闻透视 立法会刚刚通过 2019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 全面禁止出售、宣传和转口电子烟和加烟烟 议案讨论了超过两年 最终选择以一刀切的方式 代替规本有关的产品 当中的理据在哪里? 金买又不禁食 又会产生什么效果? 不吃真烟 不吃真烟 想用这个来顶替口架 这里有些小肌 有圆柱体 有些扁形的 有些颜色多的 这种是烟笼底 青芯烟笼 还有铁观音烟笼 和炭培烟笼 Claube从网店开始 卖电子烟已经超过十年 在接触电子烟之前 它是一个烟灵有十年的传统烟烟纹 去到最高峰是平均一天可以吃两包烟 而浓度是超过10mg 后来Claube想戒烟 试过针灸 戒烟糖和戒烟贴都不成功 因为它过不了一种 就是感觉 就是有一个进去 出回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烟霧 Claube后来在美国 认识到电子烟 吃了两个月之后 发现自己少了一对传统烟的依赖 电子烟是一种以电驱动霧化器 从而加热霧化烟油 产生烟霧等用家去吸入 最基础的材料 先讲这三样 蔬菜金油炳以上 这三样东西 在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大国都找到 因为如果不含利古丁 我听说一支这样的油 我全部倒进口里也行 我全部割了它也行 Claube店里 有大概总值二十多三十万的存货 就算条例在半年之后 就会正式生效 他仍然有信心 在过渡期里卖了存货 但他担心禁止售卖 会令到电子烟的烟纹 投向黑市市场 唯独是有一班用了很长时间 唯有找什么 就真的找黑市 看看谁敢进入货 或者不管它是否不明来不耐力 总之一样东西都放入口 Claube又认为 条例里没有清晰定义电子烟产品 令到业界混淆 我不知道它如何判断我这个产业 如果不要听你这么说 我将它重复 那会是什么呢? 你拿去测试测试 我也是没法发的 有这个包装是电子烟 如果不是这个包装是什么 我只能够跟你说, 做蛋糕吧 电子烟本身不是烟草 其实它是其他化学物質 但是现在已经证实了 这些化学物质对身体有伤害 那伤害可能也很长远 而他们现在所有的宣传 推广和包装都是针对年轻人的 立法会審议重案的过程中 大部分议员都支持禁止电子烟 令到Claube和业界觉得很无奈 我亦觉得这个议会 是否就是任期完 这两年做不到什么公职、纹身 所以怎样都做些事呢? 2016年浸会大学 受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委托 测试市面上13种的电子烟成分 发现电子烟会释放多种的致癌物质 测试结果之后经常被引用 电子烟产品这几年发展蓬勃 中山山承认当时化验的产品 已经不能在市面上买到 但他认为烟油里的金油 加热之后会释出甲醛 这个科学事实不变的话 足以证明电子烟是有害 而甲醛已经是世界癌性研究组织 已经定性了它为确定是致癌物质 我们当时计算过 其实你吸一口 已经过了所谓安全水平 人对于致癌物质的抵御是很少的 就相当于一个不懂游水的人 在水里面 他对于自己的保护能力都是很低的 致癌物质就是我们无法抵御 一种都够了 与电子烟的处境有点不同 加热烟同样是条例里面 提到的另类吸烟产品 但得到部分议员的支持 加热烟是以吴燃烧的方式 将特制的烟草产品 俗称烟蛋 高温去加热 再由用家吸入烟墓 Joe他们在2017年成立关注组 当时希望政府规管加热烟 让加热烟可以在香港合发卖 大部分已发展的国家 已经选择去规管 以及可以收买加热烟的产品 已经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指出 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香烟代替品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政府还要决意禁止它 关注组今年8月 进行互联网和街头访问 882个受访的加热烟用家里面 99.7%都有吃传统烟 如果政府全禁加热烟 近九成的用家会吃传统烟 其余就会黑时埋烟 加热烟一直被用家形容 是传统烟的替代品 被指是有助戒烟 不过港大一项调查就发现 四成半加热烟的用家 半年之后 成功戒烟的机会并没有提高度 有学者认为 加热烟根本无助戒烟 因为它其实是有烟醋 所以它在加热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产生尼古丁 也会吸入尼古丁 尼古丁当然 我们一般认为 都是吸烟成人的原因 当然这是生理上的成人 心理上的成人 当然也有很多种 比如手势 甚至吸烟 其实这方面 在加热烟和普通烟 就是无分别 黄文炳也认为 全禁另类吸烟产品 可以防患未燃 你想想一个人 其实他这样吸入一些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 你又不知道是什么 长远的风险一定是有的 不过问题就是这个风险有多大 以及会构成对身体 哪部分构成什么风险呢 我们就要等很长时间才可以发现 有 有 这个存单 是 麻烦你帮忙传给街坊 是 告诉别人 就是传统烟和加烟的分别 是 随着姐妹衰落 所以说 亨烟占部分生意的收入 由原来的三分一 上升至现在的五至六成 大部分反而希望 政府规管加烟烟 就是我们的客人 也有三分一转了 如果他不支持规范的加烟烟 就是不准我们卖 就变成影响我们这一行的生意额 就很大了 我们也希望加烟烟 可以在报纸档 和便利店可以卖到 所以就… 就是尽最后有力了 开始表决 立法会最终通过宠案 但是关注组认为 就算条例通过 不但无助公众卫生健康 反而会衍生其他问题 获得通过 不会因为你禁了其他新型烟草产品 他就决定戒烟 他不会的 他宁愿吃传统烟 因为你香港可以买 至少是传统烟 你又不是传统烟 就是禁止所有东西 对不对 你说禁止不禁止 其实是一定禁不了 很肯定 我觉得 因为需求性已经存在了 很肯定一件事 用家会继续 吃这些烟的人 会继续找办法买这些烟 私烟的供应商 依然会继续很浮沫地去做生意 而且我很肯定 警察和海关的压力一定会更加大 我想政府下一步 首先你要搞定了这个法例通过之后 也有些执行的细节要去处理 应该再进一步去推广戒烟 另外宣传推广教育方面 也可以做 因为可能网上会继续有这些烟草产品去买 更加需要呼吁大家要去留意 如果法例通过了 不要以新释法 禁止另类吸烟产品 是近年最广泛讨论的控烟政策 现在终于有了定案 控烟政策在香港推行了近40年 成后是如何 我们下次再看 2019年香港的吸烟率是百分之十点二 是以发展地区里面最低 但是一直下地的趋势已经停止 那是不是意味以往的控烟措施开始失效 香港的禁烟目标又是什么 80年代之前 香港政府的控烟政策和措施 主要是劝导式 1982年 立法会通过吸烟公众卫生条例 吸烟行为、烟草售卖和宣传 开始受到规管 1983年 政府大幅增加烟草税三倍 同年吸烟率下降超过百分之三 不同的控烟措施相计推出 例如1990年 全面禁止电视、电台的烟草广告和赞助 1994年 禁止将烟草产品 卖给或者给予18岁以下的人士 到了2000年 规定超过200个座位的食肆 必须画出至少三分一面试禁烟区 完全不给食都没办法 唯有偷偷地吃 07年实施烟害途上警示 以及所有食肆、室内工作间 以及多个公众场所全面禁烟 工气清新嘛 不用对面噴过泥 随着各项控烟工作的推行 吸烟率也持续下跌 2017年 香港的吸烟率下跌到一成 是有史以来最低 不过2019年最新的调查说 吸烟率有轻微回升 情况令人关注 政府在2018年提出 希望在2025年 将吸烟率降低到7.8% 再以烟草中局为目标 有学者受建议 要令吸烟率下降 政府下一步应该再加烟草税 香港早期控烟草是很成功的 有几次大幅增加烟草税 但是近年的进展比较缓慢 过去十年 我们的吸烟率只是降了不够一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的政策 对于烟草使用率的影响 就是不进一退 你不继续加强 譬如在价格上 烟草税上 因为通胀的原因 烟草就相对觉得好像更便宜了 所以的确 烟草税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为何我们的吸烟率 不能够再进一步下降 我由大一二开始吸烟 即是同学介绍 然后一算 原来竟然五十年 忽然觉得自己很有趣 很难得就是我五十年都没有变 即是不戒烟 根据政府统计处 2019年 习惯每天吸烟的人 超过七成是四十岁以上 李默是其中一位 他今年七十一岁 依然维持每天吃一包烟的习惯 多年来 面对种种的控烟措施 依然是烟不离手 其实就是等于所谓天赋人权 人有得到自己觉得快乐 幸福的自由 就比较怀念以前写稿的时候 还不写稿的时候 我的老友黄尖等等 所有的人 藝康他们甚至逆孙 他们都是这只手 拿烟的手写文 李默和一群朋友 在2009年 组成好烟文大乱文 一直反对政府的控烟政策 其中最具体的行动 是当年反对政府加烟草税 跟了这超过十年以来 我也看到本身以前是11点多的百分 吃烟的人口 一直努力来说 就是定点后的数位是在减减的 他还没减减到12下 他认为加烟税 对于他们这群烟文来说 作用不大 当你明白到增加烟价 已经去到百分之二百的时候 他的目的很明显 我们又明白到 我们非吃烟不可 六十元就六十元 我的朋友说八二元都照买 对了 很多人吃烟都是由青少年开始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 现在超过九成半的烟文 都是十至二十九岁的时候 养成每天吃烟的习惯 我第一次是十五岁的时候 在足球场上吃第一支烟 聊聊聊天就开始吃第一支烟 我又没有去抗拒吃第一支烟 那时候也好奇吃烟是怎样 然后就答应拿来怎样 吃下去很确确 即使人们因为有磅海烟 容易入口一点 但也觉得是确确的 明知吸烟危害健康 吃第一支烟的时候又不舒服 但保保也成为了烟文 一吃就吃了几年 那时候很流行和人夹烟 你出一半,我出一半 然后夹你一起吃 我自己卖了一些丝烟 他也试过加烟烟、电子烟 而最后可以令他低起深光去戒烟 是因为身边人 想戒烟就是女朋友想 答应了他 完成了承诺他 还有自己也想尝试下戒烟 因为我觉得不吃烟是一个趋势 越来越少人吃烟 其实也无谓继续吃 对健康也不好 保保靠自己戒烟觉得很困难 后来打开港大青少年戒烟烟烟 岳烟尋求协作 清少年戒烟烟烟IR希望 我看上 etme野会who已推荐 去ん天到澄县的方式 Braunルow加油 准备了一分 作为了概念 每次就着吃, 都可以 慢慢就越減越少 到最后就一枝都不吃 作为过来人 宝宝认为嫁烟是很个人的事 如果只是用劝语、鼓励的形式 很难令人嫁烟 我觉得这些政策上做 就会比较直接简单 例如你禁止的 很多人都买不到烟 自然而来一定会少了人吃 一个家长式的管理 大家看看是否接受 同不同意 因为其实健康的话 除了香烟之外 饮酒、多盐多糖、赌坡、赌麻 夜生活等等都是不健康 香港其实如果是这个方向 是不是全部都要管 规划人生呢 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虽然不吃烟 但一直认为要保留移民的权利 其实这个就是交给香港市民 你们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 因为选择权和人权 我相信我们香港 和其他世界国家说 我们应该都拥有 我现在因为有这个病 我当然很体验到 不是个人的事 是会影响到周边的环境 和周边的人 是绝对绝对影响到的 不是说我吃烟 关你什么事 不是的 潘玉德是一个 慢性阻伤性肺病的病人 引发成因在香港 是由吸烟引起 这种病不能够去根治 只能够以药物去暂换病情 有东西压住 这里好像有东西压住你 就是你没可能去吸烟 力都好像没有 是有分别的 他在2013年开始发病 期间多次发作 令肺功能严重受损 今年6月开始 要长期带着氧气机去生活 我从厨房出来 走进去 你现在经过一直插一条包子 但是我都好像扯 我要休息 休息后我才可以继续下泊 所以就是那个 虽然你想想 没有了氧气 根本做不到 做完一阵家务 他会想脱下氧气管 让自己和机器也休息一下 我提过像废人那样 你离不开那部氧气机 就算那条线有多少尺长也没用 因为你也要继续一条线 就算潘玉德在生活上很小心 但肺部仍然很容易受到感染 最近就因为急性发作而需要住院 如果在香港来说 要用医管局服务的慢阻肺病病人 大概有五万个左右 其实我们估计还有很多病人 是未曾知自己有慢阻肺病的 有些病人我们都会邀请他们 回来做一些空肺科的康复计划 可能为期六至八个星期 一个星期可能回来几次 其实医療成本都高 所以我说生活在香港 真是很感谢香港的医疗 我哪有能力负担我自己的医疗费 不能负担 根据港大的研究 2011年香港因为吸烟引起的疾病 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保守估计超过七亿美金 其实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人在医院 那些人去医院都要用医疗的仪器 一样要成本 那些人其实我们需要医疗 新怒病死是每个人都必经阶段 有些人其实可能是本身有病患 可能是因为吃烟 可能是因为吃了其他的物质 或者可能喝了酒 希望每个人长寿健康 其实我相信每个市民都希望 但是香港其实都不是做得很差 香港吸烟率是10.2% 是全世界最低的 只要政府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又能够落实到 是不被烟草伤阻挠的话 我们是有条件去到在法律上 加强减低市民对于烟草的需求 早日去到一个无烟香港境界 政府早前提出 希望在2025年 将吸烟率下降到7.8% 再计划未来达至烟草中局 但近10年 吸烟率只是下跌大概1% 要在短时间下降两个百分点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本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